大陆的自行车内需市场表现强劲也带动了今年的内销商机 那巨大积极在拓增产线 旗下的昆山新厂今年自行车的产量呢 渴望从120万到130万辆 一举拉高到160万辆 再加上平均销售单价是上扬的 也推升营收获利可以增加 今年以来欧美以及日本市场的自行车销售双双呈现衰退局面 不过同时间大陆市场却搅出成长两成的好成绩 推升巨大今年营业额较去年成长约三个百分点 为了因应客户强劲需求 巨大家速扩增产能 其实无碳自行车生活 这种价值的话也深入民心了 这个是世界的潮流 旗下宽山新厂自行车产量 渴望从今年的120万到130万辆 再拉高到150到160万辆 而以内销大陆西南以及西北地区为主的成都厂 将从去年的28万辆拉升到34万辆 对手美利达同样传出好消息 11月产品出货受到感恩节假期影响 单月营收月减18.37% 12月受惠低延效益加上外销旺季加持 美利达预估主要外销欧美地区的台湾厂 出货量有机会恢复10月水准 凑使12月营收回到正常水位 富士山路关于台北报道